春天來了 今天要來給大家看我的宿舍 來 我們一起去宿舍囉 回到我們的Besca宿舍 這裡是拿硬件的地方 印度 然後我們進去的話都要給品味看著 不知道有沒有拍到糖果豬豬 後面這邊有小雜貨店 跟換床單還有棉被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洗衣服的 因為我都不換床單所以我跟著室友來了 這邊可以 這裡可以 就這樣 所以不用進去 酷耶 給阿嬤檢查一下 就可以拿新的了 她不是阿嬤 那她是什麼 我沒有看到她 阿姨 不能我們不能叫阿姨 我們要說姊姊 我要教我的小孩不可以說阿嬤 那就是阿嬤了啦 那是阿嬤 我覺得那是阿嬤 後面還順 頭髮年齡有關係 不管我覺得她又是阿嬤 我們的煮味 這裡是我們的廚房 這個洗手台呢 冷熱水都有的 然後每次用完都要自己清自己的垃圾 如果太髒的話 這裡廚房就會被鎖起來 然後垃圾 大家垃圾呢 都是從這裡 直接 丟下去的 超方便的喔 它就是一個通道 然後通到下面蒐集垃圾的地方 嗯 還有我們的爐子 但我們在五樓 五樓的烤箱是不能用的 只有 我記得七樓跟十三樓吧 才能用 這邊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這樣 這邊就是調烤箱的東西 然後爐子呢 開的話就是 開這個 一到六 六是最熱這樣 但是呢 它每一台的熱度都不一樣 像我們現在在用的話 是這個 這個是最熱的 OK 這是我們廚房啦 這裡就是我的房間啦 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 剛來的時候 剛來的時候 我們的廁所 廁所喔 洗澡的地方 這個 然後這個東西啊 從我們一來的時候 就有了 我一直想要把它丟掉 但到現在還沒有丟 就是 對 然後 洗髮 洗頭的 這個 我覺得還滿好用的 然後 西伯利 西伯利啊 就是 這也是奧羅斯自己產的 他們家的乳液啊 洗髮的 洗澡的 都不錯 然後 就是跟之前 黑色星期五買的 茶樹精 茶樹精有的洗臉 但我覺得其實 嗯 還好 沒有說特別有什麼功效 我的痘痘都還在 嗯 對啊 然後 旁邊呢 就是 上廁所的地方 這裡的 廁所呢 都是 洗澡跟 馬桶分開的 然後 這裡就是我們的 廚具箱 我們有那種 嗯 這個 煮湯的大鍋子 還有大炒鍋 這邊都是食物 還有 對 食物 食物 杯子 然後 我們的鞋櫃 大部分都是我的鞋子 好 還有 大冰箱 這冰箱可不是每一間都有的喔 我們超幸運的 還有這邊也是 糧食 今天剛剛去採購了 很多的食物 滿滿的 這是四個人的份 對 然後 接下來是房間裡面 這場景呢 就是我平常拍照 拍影片的地方 我的書桌 電腦 電腦 跟亂七八糟的化妝 這是我的零食箱 就是 對 零食 然後下面還有一箱 下面就是 米啊 麵啊 泡麵啊 之類的 兩箱吃的 好 這是我的床 兩個大衣櫃 大衣櫃 有上有下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衣櫃 也沒有很多衣服啦 每天都不知道要穿什麼 另一邊很亂 所以不要看 看我很亂的書桌 然後從這邊 窗戶呢 看出去就是 公園啦 現在 雖然春天了 蛋糊還是結冰的 嗯 對 還是春天的時候漂亮 換起來 酷喔 這邊是這樣子把窗戶卡住的 好 這邊是我們的暖爐 暖爐 暖爐 不是暖爐 暖爐 敗掉的柄子 嗯 燈 還有 我們還有電鍋 這很方便 電熱水壺 跟我的小床頭櫃 這是我生日的時候 大家送我的玫瑰花 然後我把它弄成乾燥花 其實就只是把它倒掉風乾而已 這邊是我的 就是雜書 跟一些雜物 暖暖包 帶了都沒有用 OK 就這樣 然後這裡的宿舍費呢 這裡的二樓就是 算辦公的地方 呃 角宿舍費啊 或是 你們一來 如果你們來住這的話 一開始就是先去那邊辦 入住手續 等等的 角宿舍費也是在那 然後有任何問題都是去找二樓 嗯 好啊 今天的 宿舍介紹就到這裡囉 大家掰掰 喔對了 這裡的話呢 一個月 一個月一個人的住宿費是 一萬盧布 差不多一萬盧布 然後我們兩個人一起住 所以呢 這一間的房價呢 差不多就在 一萬台幣左右 一個月 不知道 然後 然後 包 包水電 包網路 全部都包 嗯 好 大家記得幫我按讚喔 掰掰